情势如此紧急 梅西来不及多想 连发数招 他使出寒冰冻的魔法 将泥浆连同处丝冻住 随机一个锋刃斩 试图斩断身体周围 涌来泥浆下无数的火体 与此同时 烽火雷电 紧细的魔法元素 几乎在空中盘旋汇聚 形成一个彩色的圆盘 天地也变得昏暗 迷幻起来 尽管这几招非常奏响 但无边无际的昏昏泥沼 仿佛被逐渐唤醒的 一个无比巨大 内部盘根错节 相互连接的共同生命体 几乎在冻住 斩断组织的同时 又更多的果夹泥浆的组织 在奋力上涌 越聚越多 远处 一波一波的泥沼 仿佛掀开水浪 形成无数个童心园 仿佛平静的池塘里 丢入一颗小小的石子 激起一圈圈连依 只是与池塘里的连依相反 不是向外扩散 而是向梅西和泥沼栈洞的中心用去 那喷出的地气 一鼓鼓 仿佛愤怒的呼吸 也越发地强韧 而密集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面对着这样的危险 梅西反而格外冷静 他冷笑一声 驱动更多的魔法元素投入战斗 这世上无论怎样的危险 也不可能让龙族的王子屈服 只是 他也清楚地知道 这次的风险 绝不亚于上次在龙之患 昭到的暗算 甚至比当时要更加地紧急 一时之间 梅西和昏昏泥沼的对视 势均力敌 双方僵持不下 梅西的精神力清楚地感应到 此刻 从泥浆的中心 一群群疯狂的怪异巨龙 正在向这边急驰而来 行事万分紧急 突然 天降大雾 一股强大无比 梅西从未体验过的力量 一把裹住黄金圣龙的身子 将它拖出泥沼的犀利控制 腾云架务一般 移到了另外的一个空间 丛龙之患和魔剑 带回来很多特别的玩意儿 无论是创意非凡的装备 武器 妖魔族女子巧手编织的 华丽之坛 龙族巧匠 特制的各具特色的桌椅柜子 沙发茶几灯具 雕饰精美的皮质香包 优雅精致的研制盘碟 碗壶 还是衣服 饰品 吃食 应有尽有 为期两年的长长旅行 有个巨大的个人空间可以有 不知不觉就买了这么多东西 苏菲对自己的购物能力 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除了送给外公的 苏菲也没有忘记 城堡里的其他人 克雷格总管 佐恩大叔 他们都有礼物 甚至每个仆人都拿到了她带回来的特色小石 大家都为小小姐的回家感到开心和兴奋 这个城堡似乎只有在她回来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热闹的场面 既然到了自己家 苏菲准备好好招待一下贝蒂娜和菲奥娜 她发现这两个姐妹 一方面对人族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 却又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极为感兴趣 尤其是市场 无论是菜市场 百货市场 还是二手货市场 甚至奴隶市场 他们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三个女生戴着纱帽 走在契坎普斯繁华的大街上 后面跟了哈布雷克公爵大人 派出的一小队 装装样子的护卫 苏菲带上他们 其实是不想因为一些不不要的麻烦 影响了逛街的兴致罢了 否则不要说那两位魔族小姐 单单苏菲自己 都不是普通人能对付得了的 根据小黑的要求 据说她是为了避免 被太多女生围观追随 她还是变成原来小黑的样子 全坐在苏菲肩膀打盹 只是 原来的六只耳朵 现在只有一对大大的耳朵 贝蒂娜和菲奥娜很开心 可是苏菲却感觉到不同 与昆南末帝国的国都 汉普斯特相比 战争的阴影 对纪坎普斯城的影响 显然更大一些 这里虽然看起来 与从前一样繁华 但却不像往年那么热闹 毕竟寒冷的冬季 是纪坎普斯一年之中 最令人愉快的季节 不仅气候舒适宜人 更重要的是 一年一度的纪坎普斯 特有的百香季 就要到了 往年这个时候 家家户户就像地球上 过年一样热闹 购买鲜花和年货的人潮 一定会把大街挤得满满的 可是今年跑出来 大肆采买的人 却明显少了很多 请问 是哈布雷克家的 苏菲小姐吗 一个温柔的女生问道 心不在焉的苏菲 这才意识到 迎面走过来的 竟是湘密尔的母亲 拉格鲁瓦夫人 和她的护卫 阿姨 是我 苏菲忙奔了过去 满眼欣喜地叫道 原本还打算 给湘密尔家烧个信 打听一下 湘密尔在不在家 想不到这么巧 幸会在大街上 遇到拉格鲁瓦夫人 有着一头 红棕色头发的 拉格鲁瓦夫人 一下子把苏菲拥进怀里 口中开心地道 啊 苏菲 我的小苏菲 终于又见到你了 长高了这么多 要不是你肩上 这个小家伙 阿姨还真的不敢认你呢 她母亲般的温柔 让苏菲的心 立刻变得柔软起来 拉格鲁瓦夫人 一直把她当女儿看吧 阿姨 我也是刚刚才回来的 本来打算过几天 去看您和大叔的 她微笑着说道 你们都还好吧 美丽的笑容被纱帽遮着 没有眼前路人的注意 当然不好 一点也不好 拉格鲁瓦夫人 轻轻放开她 但仍是紧紧地 拉着她的手 上一打起来 家里就剩我和你大叔两个了 而且她也常常不在 口中虽然抱怨着 但是她的语气 确实温柔甜淡的 作为武士工会的会长 伯格拉格鲁瓦大人 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忙碌的 这一点不用说 苏菲也知道 小米儿不在吗 苏菲有些失望 真的很想见到她 拉格鲁瓦夫人 轻笑着拍拍苏菲的手 小米儿已经放假了 再过两天就能到家了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不是吗 太好了阿姨 等小米儿回来 给我烧个馅 我去府上拜访 苏菲纱帽下面的嘴 咧得更大了 拉格鲁瓦夫人 深棕色的眼睛里 闪着喜悦的光芒 好 就这么说定了 看着伯格拉格鲁瓦夫人 优雅的背影 苏菲眼前 不由地闪过地球上 老妈的样子 不像 一点也不像 老妈比她强悍得多 只是 苏菲 你这次还准备送给她 你的美容润妇露吗 小妖问道 当然了 还有大叔的腌肉干 想到那一家人 苏菲心中一阵温暖 不知道贝蒂娜和菲奥娜 使用的是怎样的空间装备 反正他们购物的架势 一点也不比哈布雷克公爵大人逊色 什么东西都是成批的买 苏菲只好让商家 把他们买下的大批商品 送往哈布雷克公爵的城堡 否则当街使用空间装备 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百香剂到底是什么呀 她已经不耐烦听那些商人 她已经不耐烦听那些商人提这个词了 几乎所有人都说 自己的商品因为百香剂而打折促销 菲奥娜直率的个性 令苏菲不禁玩耳 拐到一条可爱宁静的小街上 她找了一个飘散着香味甜气的点心店坐下 才为这两姐妹讲述了那个百香公主的传说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贝蒂娜和菲奥娜姐妹俩 神色颇为古怪 看上去非常不以为然 苏菲摊摊手解释道 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你们不用介意 记得当初外公就是这么对她说的 是啊 菲奥娜笑起来 她这一笑 苏菲反而愣住 这个笑容实在是不太自然 虽然菲奥娜除了勉强弯弯嘴角 从来没有对苏菲笑过 但苏菲却见过她与贝蒂娜说笑的样子 可是这个笑容 却让苏菲感觉到 她好像在掩饰什么 掩饰 莫菲故事里的魔王 真的与奥萨罗有关 奥萨罗之所以匆匆离开苏菲 正是因为她的手下 最近发现了几个叛逆者的重大线索 只是今天的行动 让她较为失望 原本以为会有什么收获 却只抓到了一些小鱼小虾 这几年前前后后 在索尔索共大陆上 已经抓获了不少 带有魔族血统的怪胎 对于那些被强行植入魔族血统的 不甘存在于世的违和之人 奥萨罗的态度始终是决绝的 当然 毕竟真正造成这样的结果的罪魁祸首 并不是他们 所以她还是宽恕了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重新回到明神的怀抱 可惜这些人 都只能算得上是边缘人 所知的情报非常有限 偶尔会有几个真正的魔族落网 但也都是不知内情的小喽啰 不过这样抓的人多了 将消息汇总起来 也总算是找到了蛛丝马迹 留下蓬蓬度和一群手下收拾残局 奥萨罗自己直奔灰魂泥沼 算起来 魔戒大乱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不过奥萨罗一直没有怎么着急过 因为他知道 抓到那些叛逆者是迟早的事 即使诺威尔想插手 他都没有让 他要这样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推进 必然给那些叛逆者 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恐慌 这正是他要的 不过现在 对奥萨罗来说 尽快找到 加文和白瑞萨的愿望 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昏昏泥沼 是属下报告上来的 几个重大线索之一 奥萨罗之前也曾来过这里 当时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这很能说明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 包括索尔所共的战争在内 近来叛逆者的活动 开始放肆 和无所忌惮起来 救出梅西 并不是奥萨罗预料之中的 他顺移至此的时候 正好赶上梅西遇险的那一幕 梅西快速将缠绕在自己身上 那些还在扭动的 类似藤蔓的活体组织清理干净 然后化为本仪 多谢 他感激地朝奥萨罗易里 对于眼前这位实力强大的魔族高手 梅西是有印象的 记得在距离卡特里纳镇 不远的山凹里见过他 当时他就怀疑他不是人类 后来在哈布雷克公爵城堡 见过蓬蓬度的时候 他才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位大人显然是蓬蓬度的上司 刚才如果不是他出手 自己恐怕不能全身而退 他微笑了起来 前一刻的时间 自己一直发疯一般地 寻找着那位蓬蓬度大人 就是希望向他打听打听苏菲的消息 现在那小丫头却已经安然回来了 虽然还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了什么 但是他的心情 却是从未有过的愉快 奥萨罗此刻 却没有心情和他说笑 他刚才救梅西的时候 也发现了那已经陷入泥沼的风龙 怪异的龙精 并顺手将它取了出来 却万万没有料到 在他把它拿到手里观察的时候 那颗龙精忽然之间散发出一阵 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 而太过灵敏的嗅觉 刚好就是奥萨罗不为人知的小弱点 护体的结界瞬间挡在他面前 只可惜为时已晚 他的脸色跟着白了白 梅西很快注意到这一点 对于这种程度的恶臭 他倒不觉得无法忍受 虽然不了解出现恶臭的原因 但他还是立即用神龙那里传承下来的龙园里 将那颗正在缓缓缩小的龙精打伤了皇家的印记 甚至将他控制在手 而难闻的气味也随之消失了 看来不仅仅是人族被改造了 奥萨罗若有所思地朝他点点头 他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梅西的眼睛弯了起来 是的 早两年就注意到 索尔索工大陆上出现了不少拥有神魔血统 但是并非纯种的怪胎 这种奇怪的龙族是最近才发现的 怎么 你们也 奥萨罗轻皱着眉头 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 看着眼前这一个一脸清浅笑意 与他父皇极为神似的龙族王子 他想起苏菲说过的话 很重要的人嘛 幸好自己及时救了他 否则他会难过的吧 沉默了一会儿 奥萨罗才到 这个龙惊 拿回去聚给你父皇看看 我想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哦 梅西的嘴角微笑扩大了 你认得我父皇 是的 告诉他 我是奥萨罗 说吧 奥萨罗把梅西带出这个大物弥漫的空间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话音未落 他就朝昏昏泥沼 顺移而去 梅西正了正 刚想叫住他 奥萨罗却早已失去了踪影 这里是距离昏昏泥沼 大约两百公里的戈壁滩 此人明知凶险 仍然毫不犹豫地重新进入昏昏泥沼 实力真是深不可测 自己的父皇也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他叹息一声 把手中那颗龙惊设置了层层的结界 然后仔细收好它 向泥沼相反的方向飞去 奥萨罗的确是准备再次进入昏昏泥沼查探的 不过在他离开梅西的一瞬间 他却感应到了苏菲的呼唤 很多天没有见到他了 奥萨罗当即改变主意 回到了自己的空间 奥萨罗 苏菲笑意盈盈地出现 我现在已经回到季坎普斯 我外公家了 嗯 奥萨罗眼里闪过笑意 他看起来似乎很开心 从圆那里传出的气息里 他能感觉到 他散发出的温柔和甜蜜的纯真 只听他叹息一声道 嗯 我有点想你 他的眼睛凝视着他 面颊上飞起粉红色的红蕴 引得他的呼吸随之一致 你呢 想我了没有 他问 他低柔的声音颤动他的神经 他深深地凝望着他的眼睛 眼里闪着幽暗的光 事实再一次证明 圆的能力又有增长 同时 也带给他更强的吸引力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祖菲微笑起来 接着道 我外公很好 他的城堡也是 奥萨罗 我好喜欢这里 你知道 我从四岁开始 就在这里生活了八年呢 他的唇角一直翘着 看上去很俏皮 也不管奥萨罗听不听得明白 他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堆城堡里的变化 他脸上 开始出现黑线的时候 他终于停了下来 关于我们两个的事情 他朝他挤挤眼睛 神秘兮兮地道 我还没有告诉外公 我怕吓到他 奥萨罗傲慢地怂起一对眉毛 马上说道 当然是我去找他说 不要不要不要 苏菲连连摆手 还是我自己说比较好 两人脾气都是又冷又硬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了 他才想起自己找他的初衷 百香公主这个人 你认识吗 奥萨罗眼中闪过惊异之色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他 白瑞萨就是百香 啊 苏菲大吃一惊 可是他不叫百香啊 改了名字了 他的心里忽然涌上不快 白瑞萨竟然是传说中 美丽善良的百香公主 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奥萨罗了然地望向他 惊讶和困惑 让他的小脸皱了起来 他无奈地叹息道 白瑞萨 在魔族雨里 就是百香 苏菲呆了呆 原来如此 他好像从未注意过 魔族人民所包含的意思 他吹下视线 然后又缓缓抬起 奥萨罗 你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吗 什么 据说那时魔王大人发话了 他说要娶百香公主 如果百香公主不跟他走 他要毁灭整个季堪普斯 苏菲折舌不已 几千年前的事呀 如果这里的人们知道 他们的百香公主还活着 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 人们都说 百香公主是为了拯救这里的百姓 才牺牲自己的 奥萨罗的眼中燃起火焰 你相信 他问道 苏菲也觉得此事 如果发生在奥萨罗身上 是有些奇怪 可是他却非常想听听他的理由 人们都说是有些奇怪的感觉 如果是什么人可能会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